在只有十瓶的空間中 我們將顏色和區域用到極致 客廳同時是餐廳 也是臥室 屋主是一對夫妻 這邊原本的格局是一房一廳 我們將隔間全打掉 並換了廁所門的位置 廚房可以放大外 光也能順勢照清浴室 整個空間視為同一個場域 透過伸縮機關 它就能成為任何所需要的樣子 想創造還沒被定義的風格 我們用大量的色彩鋪成這裡 天、地、壁 主要以綠、藍、黃色為基底 做出跳色與區隔 並選擇粉嫩色系與異材質的家具點綴 像餐桌、桌角、用毛巾布 呈現毛茸茸的黑白紋路 帶點80年代的摩登感 而牆上的霓虹燈 讓晚上帶點酒吧的浪漫氛圍 一隻慢吞吞的樹懶 卻在跳桿管舞 特別有趣 我們運用許多多功能家具 廚房就像變形金剛 餐桌可以作為L型廚具的延伸 朋友來訪 拉長旋轉餐桌 可以容納更多人用餐 屋主有健身的習慣 餐廳吊燈同時也是吊桿 餐桌拉開就能在這裡健身 沙發選了組合式單人座 移動上更有彈性 空間中80%的生活用品 都在一進門右側的收納櫃中 依序為玄關櫃、電器櫃、衣櫃 還有下線床 床拉下時裡面的深櫃和層架 可以放被子等用品 平常收起來能擁有大客廳 放下投影布幕又變成電源 我們也在各區支援其他收納 廚具右側做了窄型的抽拉櫃 裡面放了屋主的化妝品 平常在這裡化妝很方便 窗邊有個梁柱 運用機靈空間多做一個衣櫃 可以滿足屋主的衣物需求 能在這麼小的坪室內容納這麼多機能跟顏色 是一個滿大的突破 我們希望把市面上風格的hashtag去掉 創造只屬於屋主個人特質的家